召回謝長廷立刻辦他 亂講一通 真的很讓人生氣 你不但不鬧 你還幫日本人講話 你算什麼呢 丟臉丟死了 真的讓日本人都看笑話 現在不是有什麼 社會秩序有違法 假訊息要送辦嗎 把他送辦一下好了 這個核廢 誰看到謝長廷 他就是講說 台灣你有孩 但是其實台灣不得很確訊 他為什麼這樣 因為假訊息應該送辦 或者說那我也是誰 給他親腰 所以他轉家鄉 對啊 應該這個召回謝長廷 立刻辦他 起訴他 告他 亂講一通 真的很讓人生氣 就是說你是我們的駐日代表 你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就算是真的說30年以前 我們有核電廠 不慎排了核廢水 你都要淡化這件事情 應該是日本人來指責你說 你台灣也排 你為什麼怪我排 你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那是一時的意外 已經改好了 哪有日本人媒體 你自己提出來 所以我們當時 我們也排了核廢水 沒有的 我們排的是溫排水 密鯛魚中央研究院已經證實 那是因為排水溫度高 當因為他核電廠必須要海水冷卻 當排水溫度高的時候 那個魚的生長就加速 所以就變成有一點 有點可能每個器官長的速度不一樣 有點畸形 那他們是說只要水恢復正常 它就恢復正常 如果是輻射的話呢 就算是這個恢復正常了 它已經受到輻射之害 它沒有辦法恢復的 所以這有相當大的不同 那我記得河山廠也曾經因為排 溫排水 所以造成珊瑚白化 記得嗎 這都是 所以像這種就是 當然 溫排水造成生態的改變 你問我們 我們也覺得不應該 要想辦法來防治 但是溫排水絕對不是核廢水 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假定說日本的核廢水 真像他們講的那樣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日本東北的漁民幹嘛抗議呢 而且昨天不是發覺有魚 已經受到這個色的污染了嗎 日本很厲害的把它轉移到川 轉移到川 川的危害比較小 川的代謝比較快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你的色啊 你的絲啊 你的菇啊 你的其他的這些核種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把它去除掉 你去除掉的這些色啊 絲啊 這些核種 你怎麼處理的 大家都要知道啊 那韓國去鬧一鬧 現在就能源總署 國際能源總署 還歡迎韓國參加 去監督日本 台灣不鬧 你都不理你啊 你不但不鬧 你還幫日本人講話 你算什麼呢 而且你是用假的訊息 不是真的嘛 謝長你真的喔 他好幾次啦 也就算了 但這次是很嚴重的 連那個原委會主委都說他亂講嘛 他不懂 他不是專家嘛 你不算亂講什麼呢 對不對 丟臉丟死了 而且真的讓日本人都看笑話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既然是假訊息喔 現在不是有什麼 什麼社會秩序 我會不會把假訊息送辦嘛 把他送辦一下好了 那為什麼說我們政府 好像不太敢 連政的做抗議 那這件事 而且日本都講說 如果台海會戰爭的話 他們也不會放鬧 所以我們還需要這樣子嗎 我們現在就因為 爆美國日本大腿嘛 那所以對日本也敢怒 不敢言 甚至也不怒啦 日本做什麼都可以喔 民進黨最荒唐的喔 就是說 哎呀 國民黨這個支持核四 為什麼反核廢水 那民進黨反核四 就要支持核廢水囉 意思是這樣 而且我到現在為止 我也問過國民黨 你有沒有支持核四重啟嗎 國民黨沒有態度的 國民黨並沒有說 他要支持核四重啟 到現在沒有 好 那 這是一個喔 第二個就是 你 民進黨為什麼不敢跟日本抗議喔 我在想喔 因為他這個核電廠 就算日本的核電廠 什麼Hitachi啦 什麼這些核電廠 他的技術還是美國的技術 大概台灣的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不要不然就是這個G1做的 旗翼 要不然就是Waste House 西屋做的 而且兩個分好了 如果Waste House做這個 這個 這個核燃料的部分的話呢 那這個G1就做發電部分 如果這個G1做核部分的話呢 那Waste House做燃料部分 兩個都分好了 都他們分掉了 所以日本核電廠也是這樣 美國當然支持日本嘛 美國是希望一直賣核電設施 而且都是我的東西嘛 所以美國是支持日本的 我認為美國搞不好也施壓給我們 不要反對日本 不要反對日本 所以美日他現在 這個在核電方面 他是合作非常密切的 所以你要看到後面 原因在核在 那你台灣有台灣自己的利益啊 對不對 你這個排出來核廢水影響 欸 台灣人很喜歡吃薩西米啊 很多人也吃日本料理啊 很多的台灣的高檔的餐廳 都每天號稱 我的食材都是日本空運來的啊 你吃飯他都跟你介紹 這是日本這個島的什麼 這個日本那個地方的什麼 這個什麼都跟你介紹 那高檔一檔一顆日本料理很貴的啊 那現在還能不能吃 敢不敢吃呢 對不對 所以這都是 這個 而且真的那麼好 那麼沒問題 為什麼要分30年排放 你只把它排了就好了嘛 那當然有人講 那麼好日本人就喝啦 日本人怎麼不喝呢 你把那個排到日本的湖裡去嘛 日本不是很多湖嗎 排進去不是很好嗎 就是一定是有問題 絕對不像他們講的那麼簡單啦 那麼簡單就 就不會引起這樣的軒然大波了 你這個地名回國一種信任長那麼愛他 就是在用假下坎 然後用公坑在幫他養大波 不知道 有一種講法是說 他知道很多事情吧 知道很多內幕 因為你想一路走過來 從顯訓北市長到現在 什麼做梗圖啊 什麼黑別人啊 等等 是不是有 他們之間有什麼 什麼不可告人的這個內幕 我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這是一種可能 一種是 他真的是才高八斗 待不釋出 非要他不可 說實際上沒有梗圖了 沒有網路了 沒有145的就不會治國了 就不知道怎麼當行政院長了 所以非要他不可 所以雖然 按照鄭立文講法說 雖然他3月1號才就職 他中間都去 那去幹什麼呢 去一定也是指導啦等等嘛 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還能打電話到游錡坤 幫忙去嗆立法院長 嗆立法院長的助理 表示哇這個權力很大 表示行政院根本沒有把立法人看在眼裡 所以我不知道我想他一定有什麼通天的本事吧 可是蘇智商為什麼愛他愛到這個地步 明明知道用他一定會引起爭議 不可能大家不知道 這是一個人嘛 對不對 他不是應該把他藏起來的 那還這麼愛他 對他這麼好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蘇智商自己要出來說明 我為什麼這麼愛這個第一名 我為什麼這樣重用他 蘇智商自己出來說明 可能比較清楚這樣 那無人家說蔡英文管理 就是蘇智商認為真的是管理他 馬來做這個背負 他可能就用蘇智商 可能要長出大 或是半天一點的角色 我覺得當然 蘇智商的個性是很強啦 那我們的制度 基本上是雙手長制 雙手長制是很特別的一個制度 他跟蔡英文到底怎樣 不知道 有一說是金融人士他決定的 好像他還不希望總統府干涉 這都傳言 不知道怎樣 那我覺得如果蘇智商真的 覺得說他 我既然當了行政院長 依照憲法 我就是中華民國最高行政首長 憲法是這樣喔 那我也支持他 跟蔡英文講 我們就主張內閣制吧 內閣制就這樣 內閣制所有事情行政院長決定 內閣制不是就這樣子嗎 但只是內閣制說 你行政院長跟部會首長 都必須要是國會議員是立委 他不是 他沒有當選立法委員 以前當的這次沒有 要不然就趁機改成內閣制好了 跟蔡英文建議嘛 你就做虛委員長好了 機械都我蘇智商來掌控 我覺得也可以 如果真能做到這點也不錯 不可以說是好康的我通通要 金融人士哇 那個董事長 那很重要管金融 多重要啊 那個我要 那台鐵局長哇 那個都是找麻煩的 交通部的什麼鐵路改革就很麻煩 那我不看不看 這不可以這樣 你是概括承受 你既然當了行政院長 所有事情你都要負責的 甚至包括這次發生太魯閣事件 你書上都應該辭職的 林家龍的事你行政院長沒事嗎 你也有事啊 否則當時巴掌心 游錫坤為什麼下台呢 本來是要唐飛下台的 只是唐飛因為時間太短 內閣成立太短 所以叫游錫坤 而且唐飛不是民進黨的 不好意思叫民進黨的游錫坤下台 那時候這就是責任政治嘛 而且這是傷亡人比那時候還多很多嘛 所以你要你就全部不能挑肥減受 這個我要管 那個我不管 不可以這樣子